为什么一个男人到了六十岁 还能出神入化地演绎一个女人 为什么每一派京剧 过了半个多世纪 还能让人津津乐道 梅兰芳在那个时代究竟创造了什么 那个时代要用什么造就了梅兰芳 梅先生的美派 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派 我认为他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这个京剧的幻传 可以说是空前 到目前为止 我可以说也是绝后了 那时候听戏就要听唱 他增加的表演 每一些人在台上每一个动作 都像那些文艺复兴西方古话里的 那个作品所表达的那些美感 使得国外 不管是有人们也好 是国外的一般性的观众也好 认识到的中国有一个京剧 中国有一个戏曲 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的 代表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 传承下来的东西的 是梅兰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